嘿是的我喜的影片開始之前 我們的同盟的第十個分會開了 是這個Rocker Snapper Gaming 9 然後用中文搜尋 那現在的同盟系統都是這個 現在公會就是一個殼啦 那大家可以加入這個石頭大家庭 我們讓我們的中文圈更團結一點 那這個我先說 這本來就是休閒公會 所以沒有任何要求 只要你每個禮拜肯上線就行了 不要說沒有跟你說 每個禮拜要打滿4000這個同盟 這是看個人的 因為我覺得我還是提倡說 大家一起玩大家開心 然後因為這個獎勵其實真的是少了 那如果真的想要去加入那種 高高強度的志願同盟分會的話 可以再去選擇別的公會 那我們這邊的話 其他只有組會是強度檔公會 就但是我的連組會 都沒有限制我的這個分數了 所以這個 嗯喜歡剛好的流浪的朋友們 可以加入我們這個分會 未來也有抽獎活動 可能都可以參與哦 就是給盟友這樣子 好 那我們用最簡單的速度來講解 我們的這個 聯賽系統吧 最簡單的速度來講解 那聯賽系統這個東西就是等你 你玩一般對戰 就是你自己打就好了 然後你只要玩一場的時候 就可以加入這個聯賽 那我們主要說前三名會有這些獎勵 那基本上前十名的時候會有紙卡 只有第一名的時候會有金卡 那這個東西你可以覺得 我覺得這就是額外的 所以你也不要太覺得說 哦我拿不到就怎麼樣 那當然說你想要我如果要拿的話 就是趕快在這個一天十六小時裡面 瘋狂的打這個 snap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幫助你想要 就是因為現在很常無限的就沒事做了 那有這個東西的話就是剛好順便 從排名跟順便的拿獎勵 我覺得是不錯的 那我們的話就是每一場對戰的話 都可以獲得100幾分 好那重點是後面 就是如果你剛好贏100 如果贏魔方的話就是 說想什麼 Oh沒獲得獲速加一魔方的話 就是會贏獲25分 那可能是贏一場可能會 加八nod魔方的話應該就是 200多分 輸的話就整個沒有 那我們來試試看是不是這樣子 我剛剛有起手打一場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打金場看看 講得剛剛不是講得很好 反正就是贏的時候多了額外分數 然後會彈在右邊的視窗 好,我們Maple Snap討論群已經有將近680級藍了 如果你還在外面流浪的玩家 一起討論漫威順戰哦 裡面很多大神在裡面 新手可以勇於發文哦 我覺得我們的環境是蠻友善的 好 那我來講第一場對戰 第一場對戰我這場的話 還是用我們的聖娜套牌哦 哎呀我的計牌器沒有開掉 不過應該是沒有關係啦 今天也是用入播的形式 因為這個東西啊 我覺得Snap真的是很搞 就是每次都在半夜 我們這邊已經半夜三點四點的時候 才發布更新 我在睡覺什麼的 這根本就沒有辦法去 去趕客急身那種太乾了 因為現在也是堅持在弄這個東西 那謝謝大家體諒 那第一回合就被燒線了 不是很開心啊 第一回合我們就被燒線 好 那我們的話拿出我們的聖娜套牌 三個這個場地 兩個場地不是非常非常的噁心 現在對面的話應該是定光莎的哦 不是定光莎的 愛國者殺人在這個META是非常的強勢的在打我們的這個組合 但是我現在被燒線了 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OK拿下勝利 那一顆魔方到底會不會是100加25分呢 我們看一下 我的畫面被擋住了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直接去看一下 沒意外的話是100積分啊 那這個東西我跟大家講的小太多了 你現在月晚加入的話應該可能 這個啊 應該說這個東西啊 那確實是這個 額外的有這個25分積分哦 所以就一顆贏多少分就多少 對 那 那個東西就 量力而為打多少是多少 我覺得是這樣子哦 那這個東西 連賽是隨機分配的哦 是給29名玩家 35名玩家隨機分配 你只要打一場就進入隨機組隊 那有個小缺點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的這個這個組別啊 到底有誰的分數是多少 我都看不到 但是只能看這大數據 跟29個陌生人競爭的感覺 好 那我們這個 因為愛與影片長度演算法的關係 我們再打個幾場 不然都沒有打到有點不開心啊 哦 一樣我們跟各位這個ROCK9開始收人了 好吧 這個我們都是挺有創力的 那如果你跟我你是本來就是一直看我頻道的觀眾 然後想要 想要當盟友的話 我們盟長的話 是可以這個跟我說一下 好 我們繼續來這個第二場對戰 這邊的話我可能要全搶個先攻哦 搶個先攻拿安吉拉 會過得比較快樂 但這個 卡桑德瓦先用一下 卡桑德瓦真的是一張很強的牌啊 剛好降倍的話 很適合我們這個小牌 好 7戰我就拿7攻 這個時候其實我已經很想拍snap了 那 這邊拿到一張卡 他應該是 我怕他是蘇利啦 他是蘇利的話 我覺得我需要去大量的把他的牌給燒掉 也不是很好 因為 因為我的牌型都是有功能的 而且我不能放這張卡 因為如果他是蘇利的話 那我們就先把他燒掉吧 OK 王 那我們這邊先搶先攻 哎呀 我們的那個貓被燒掉了有點尷尬 這樣的話我會打這兩張 我必須要看在第六回合的時候不斷的搶到先攻 第六回合以前搶到先攻 這樣子的話 我才能最後用這個頂鈍把它頂掉 他一定想要做球 沒錯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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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然後我們安吉拉跟聖弩做一個聯動 看起來是一個傳統參半神哦 趕快做球 如果他夠聰明的話 其實第五回合就會 呃 想要把我給 處理掉才對 如果他夠聰明 如果 第五回合了 那我們一樣拿兩張牌 先把這個 法克 示範大賦拿起來 他是沒有排名的 我無限的竟然會遇到沒有排名的玩家 是嗎?沒有,他應該是有啦 我剛剛忘記點看一下 真的沒有,是新來的 因為他上無限了 那他是蠻可憐的 因為上無限以後就遇到這種高手等級 遇到這種高手,那也是沒辦法 講自己高手 我覺得玩家的整體水平是有上升的 但是新手也是不斷的加入 在美國的部分 應該不會是大家想玩傷人神吧 那他最後應該就是打奧丁囉 直接把他收掉怎麼樣 Nab他 然後叮咚過來,加上氣 結束遊戲嗎? 我感覺我左邊...這邊好不好應該才行 把他頂走 提掉一隻 扣格 OK 啊,輸了! 哈哈哈哈哈哈 啊,哎呦 啊,剛好沒有,剛好這樣可以失敗 啊,李歐波一下 哈哈哈哈 早上起來,李歐波一下 啊,主要這場是來介紹聯賽的啊 不是介紹我的技術的 喔,講一套的對 然後被自己翻船的感覺真差喔 啊,那這個 來看一下 他如果彈到中間我就贏了啊 說實在的 那我剛剛應該大於移到左邊的 那我們這樣子的話是不是就掉了一個25分呢 對,就是掉魔方 所以贏的話會加100分加你的魔方數 那輸的話只會掉這個你的魔方 那其實還蠻合理的 你可以穩定的 你就可以用穩定的 那種塞垃圾牌組 低魔方率高勝率的牌 也是非常的不錯 看你想要怎麼玩 我覺得這個聯賽做的還蠻棒的 說實在的 正記做的蠻棒的 就是以聖 這個主要講的就是用聖場啊 蛤?你的魔方是額外的 那我們現在的 投到對方的話應該是白光花火牌喔 白光花火富先生或是 還是看一下吧 因為現在也不知道他是玩什麼 剛剛那個翻船真的是有夠醜的 好嘞 那我們就先丟個白光花火吧 三五的這個OP角色 剋比貓 剋比貓真的是很強啊 做的那個 ok 丟他是卡那個呢 他竟然怎麼都丟中間啊 很奇怪 哇這比爛的 ok 然後我們拿一個2加2鯊魚 加上我們的安吉拉 或是直接 因為我不想再T3打這個東西了 那還是打一箱 都爛 剛講完就說 然後馬上打理人的自己 你還拿2加2這樣跳一個能量 我覺得是還不錯 嗯 富士喔 那需要搶先攻嗎 他可能是法庭喔 那我們一樣等一下把他頂弄過來就行了 我是鋼鐵人 那等一下就把他收掉 鋼鐵人 他在幹嘛 賭的欸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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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幹嘛老哥 嗯 他應該覺得他 這怎麼可能贏啊 好兇 他應該想要直接打法庭吧 這就是我的盤子 跑囉 Maskado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聯賽是不是4顆加200分 祝大家可以在你的組別裡面盡可能拿到第一名 這個是有點甘露的活動 如果你是為了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 直接前進370分 那我自己應該是沒有時間打這個東西 我覺得太忙了 我覺得這種獎勵只有這個是絕版 雖然這個表現金我應該是拿不到 但是其他東西的話我覺得是可以用金塊取得 我覺得不太會拿 甚至說這個表現可能之後可能會賣 好,我是西西奇德 我們下次見 今天早上一早錄影 謝謝大家體諒 大家掰掰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